欢迎收看2022年8月30号的总编辑时间 我是史哲伟 钓鱼台的议题从今年春天开始就持续的不断发烧升温 而现在最新的发展是 美国的欧巴马政府表示 这钓鱼台适用于美日安保的范围 这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而在此同时 美国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的提名了Romney 出马来角逐总统 而通过的党纲内容对台湾是相当的友善 还有的就是文化部长龙应台 他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表示 两岸的文化交流要多多做 但是文化协议的话就不急的推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而对这几个重要的议题 我们很高兴的请到的是 旺报的总编辑王挫中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进行解读和分析 挫中先生您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 有关钓鱼台的最新的发展 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在这个日行立场的这个记者会上 反复的被这个记者接问 那他们的立场是 第一 所谓的钓鱼台 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们叫做尖阁诸岛 也就是日本人的称呼的方法 然后第二就是说 尽管这个尖阁诸岛 是在1972年的时候 把这个管辖权或者是治权 移交给日本 但是他还是受到1960年 美日安保条约里面所包含的范围 也就是日本有实行实质管辖 这样的一个地方 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了以后 部分的媒体认为 这是美国方面首度的表态 当然美国人也有说 他对这个钓鱼台的主权 并没有做一个明确的表态 然后但是呢 可以想象的就是说 您认为北京方面 对这样的一个谈话 他会如何的看待 其实钓鱼台的这个主权 从美国政府国务院 就是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里头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钓鱼台的主权 美国的认知是没有立场的 但是他在国务院的这个讲话里头 非常明确的表示 这个钓鱼台 现在的是在日本行政权控制之下的岛屿 那当刚才哲伟也提到了 是1972年 把琉球群岛交还给日本之后 所衍生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中国大陆对于这个说法 还有台湾 台湾今天都 今天中国大陆到没有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 中国大陆的这个表态 但是台湾外交部就已经说了 说了些什么呢 对 台湾外交部就特别强调 就是有关钓鱼台主权 在这一次国务院的谈话里头 其实是过去美国 在这个事件的立场上 只是说他没有那么明确的公开 美国立场已经多次的 在各种场合里头 已经表达了这样子的立场 那当然我们知道 最关键还是 台湾的外交部也明确讲了 他并没有对于主权表达意见 假设美国政府对于主权说 这个是日本主权 那今天事情就闹大了 但是美国政府也强调 主权他们没有立场 对于钓鱼台的主权 那另外台湾外交部 针对这个美国政府表达说 钓鱼台要纳入 美日安保的范围内 那这是基于 区域的稳定的问题 那台湾也没有这个意见 所以台湾的反应是 基本上是这两块 对 那就是基本上 对于台湾对于马政府来讲的话 尽管对于钓鱼台就是主权在我 但是对于这个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安保 把钓鱼台纳入这个安保的范围里面 马政府并没有特别反对的意见 而且他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美国人对于钓鱼台的主权的立场 就是不持立场 但是如果说在北京方面的话 您看就是他们大概会怎么样的来对待 或看待美国国务院这样的发言 刚才我跟周一提到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讲法 其实大陆到目前为止 没有做一些相关的讨论或评论 但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跟观众朋友提到了 就是说钓鱼台的这个主权 在中国大陆认知到 他真正要对于主权的这个争执的背后 关键还是美国 也就是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 因为他纳入了美日的安保的范围内的话 那必然中国在钓鱼台主权的这个争议上 他必须要面对的 其实是真正的最后的后台 就是美国 对 那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特别提到 大陆的这个官方的媒体 有明确的提到 就是说真正钓鱼台的这个争执 钓鱼岛的这个争执上 最后还是一个实力的原则 那因为现在治权在日本手上 那所以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这个说法 我个人的看法 应该不会再特别提出评论 如果有记者问的话 他也会同时的在进一步阐述 钓鱼台的主权 主权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主权和治权的这个争议 已经大家会形成一个默契 我们看到这一阵子的 有关东亚的 牵涉到日本的 牵涉到南海的相关的这个主权的争议 日本就有三边 包括对俄国 对韩国 对中国 台湾的这个争议 南海主权更是复杂 那现在有的说法是 现在很多国家的治权 我只要掌握到治权 这就是一个现实 谁破坏现实 就是要被打罚的一方 对 就等于是麻烦制造者 对 麻烦制造者 我讲一个最简单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还不知道 现在其实有人对于我们 台湾的这个统治的 我们一直强调 太平岛是属于我们的 是 主权是我们的 治权现在也在我们手上 这个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上 越南是有意见的 对 甚至越南最近有一些消息放出来 越南要攻占掉太平岛 是 那我们今天其实有相关的讯息 也告诉读者 是 那观众朋友在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其实可能觉得很讶异 但是越南的认知 太平岛的治权在台湾的手上 但它主权是在越南的 所以就是说现在 谁破坏这个现实 从某一些意义来讲 国际社会都会认知 是你制造冲突的始作用者 是 那在这种情形下 谁掌握治权 那谁当在这个整个处理问题上 他有他的优势存在 对 等于是主场优势又有制高点 对 那另外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还在处理相关的这个问题上 一直还是蛮低调 特别是外交部在 现在面对的 我也在节目中曾经跟观众朋友提到 十八大这个外部环境的稳定 非常重要 所以对于美国这个 美国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谈法 其实大陆的外交部都非常清楚 是 他也会这样做 那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 这个主治权一直强调 就是行政控制权 也就是他治权上 在日本的手里 美国也自己多次强调 在这种情形下 所以美日安保条约 要急于这个范围 当然很多在这一次的外表季 因为哲伟派出过美国 也非常清楚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政府运作 其实他一直强调的 就是当记者一直在追问 那你既然没有主权 你也不知道 你说我对主权 我没有坚持 老实讲主权是谁的 那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讲法 是我也不知道 那主权既然不是他的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纳入 美日安保条约 那但是他又在强调了 因为在行政权 是在日本的手上 所以把它纳入 记者在追问 那国务院的回答 我没有其他的打法 对 而讲到这个部分 持平的来讲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 金鸽猪刀也好 钓鱼的好也好 钓鱼台也好的争议呢 事实上各方的政府 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制 我们想到这个整个事情 今年的这整个事情的起源 是因为四月的时候 春天的时候 东京都知识石渊胜太郎 说要把这个钓鱼台呢 就是变成是这个 东京都所来管辖 那但是现在呢 日本方面呢 对于这个东京都 提出了一个申请 就是要到这个钓鱼台附近的 进行探勘啊 等等的这些作为 他给了一个否决票 而且呢 这个大陆方面的话 对于这个 但遇以伊朗 这个日本驻北京大使的 坐车被拦下来 然后拔国旗的事件 他们现在也逮捕了 这个涉案的关系人 那您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日方和大陆方面 都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自制 甚至是善意 对 其实我觉得 刚才哲伟提到的 让我想到就是 我们昨天也针对这个事情 这个大陆的这个 前外长 前就是处理外交事务的 唐家璇 前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 他当过外长 国务委员 当过自主大使 他是属于知日派的 对 过去一直在讲 他跟日本关系 非常深厚的 他觉得 他最近在评论 这个钓鱼台事件的时候 我就可以回答 用他的话来回答 哲伟刚才的问题 他讲了各打五十大班 对 第一个 你去拔日本大使的 这个坐车的棋子 从某一些意义来讲 这个挑衅因为十足 但是东京都 这些知识 或者日本右派人士的 最近连串的升级 这个对于掉一岛的 这个言论 那其实也是在 对中国的这个 事实上有 这种威胁的这个口吻 是非常强烈的 甚至是非常不友善的口吻 所以唐家旋的讲法是各打五十大班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个事态 其实双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的希望平行事件的 就是掌握公权力的两边的政府 对于这个钓鱼台是这个问题 其实他们是希望能够平缓处理 但是民间的 或者是地方性质的 这个争议是 其实一直在凸显 我们知道 甚至包括台湾 台湾最近我们看到 宜兰县的县议员 也打算要再钓鱼台去挂门号 因为它属于头城镇的 宜兰头城镇的 大西里的这个管辖的范围 那这是台湾民间的 台湾政府也很平和 美国政府讲这个话 我们就认清 这是一个事实 一个现状 从台湾外交部 刚才我跟观众朋友提到 外交部的讲法 就是一个尊重现实的讲法 那中国政府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只强调了 我们是钓鱼台 是我们固有领土 但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的 利用政府的 或者是军事的行为 来做这个像黄岩岛 中国政府是很明确的 派了渔政船 而且封锁 但是钓鱼岛 中国政府是尊重现实 中国政府没有采取 陪这个保调人士 解放军的军舰陪同 没有 这些动作都没有 你就看到政府跟民间不同调 对 或者政府 地方政府 日本是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的不同调 对 那虽然现在 这个民主党 其实民主党也是 日本自民党 分裂出来的政党 是 严格来讲 我们说它是 不能说它是右派政党 但是它很多的 基本上都是自民党 分裂出来的成员 是 民主党很多的阁员也好 或者民主党的主事者也好 非常清楚的 钓鱼岛这个问题上 他们其实有立场 但在政府的立场 为了国家利益 他们也不能让这个升高 但是民间就不同了 大陆的民间也是如此的 大陆的民间 其实对于保调的声浪 我们看到有时候突然 在整个示威性的 就是警告性的示威 结束之后 隔一阵子 安徽 又跑出来一些人示威 我们在节目中 也跟听众朋友讲 有一些东西 民间不是政府能完全控制的 那在舆论上更是的 我们如果从网路上 舆论看中国大陆的话 大陆的这些知识青年 或是热血青年 民族主义情绪 强烈的一些人 知识分子 在钓鱼岛事件上 其实他们私下 对政府的作为 都是有批判的 觉得不够积极 那当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政党 日本是地方政府 右派人士 台湾一些政党 或者是地方人士 像宜蘭县的 像台湾的政党 也有像新党 要把钓鱼台设成靶场 这种极端的言论 或者是带有攻击性 威胁性的言论 在牵涉的钓鱼岛 主权争议的三方 就是日本跟中国大陆 跟台湾 都会存在这种现象 那这种现象 目前因为政府 比较理性 为了国家利益的考量 所以目前还是控制得住 是 那川普先生 有一个这个 在大陆的发展 有点好奇 也要请教您的 专业的意见 就是关于这一次 这个丹鱼与伊朗的 这个坐车被拦 拔旗的事件 那当然在大陆呢 我们有看到报道 就是说 有一些网民 他们对这样的做法呢 他们也觉得不以为然 认为说 这个钓鱼台 或钓鱼岛 这个主权的问题 是一件事情 但是把人家的车给拦了 国旗给拔了 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能不能说 就是大陆的网民也好 或者是民意也好 其实就这个钓鱼岛的 主权的争议 和要用多强的动作 来去反应它 或表达它 还是有层次上的差别 对 刚才泽伟也讲了 的确是有层次上的差别 但是整体来说 对于这一次的拔棋动作 唐嘉玄就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认官职了 他也是中生之关系上 甚至中生之友好协会上 相关的认一定的职务 他也希望中生之关系友好 但是唐嘉玄的讲法非常明确 他也提到 我觉得他可以代表 普遍我想说是一个 比较理性的一个声音 他觉得这种拔棋动作是 非理性的爱国行动 但不管怎么样 他是爱国的 非理性的 这是肯定的 而且大陆很多 的确像泽伟也讲的 很多大陆的网友 也不赞同采取这种 激烈的这种动作 我们毕竟知道 有时候外交的政策 必须也要符合民意 在内政政策上 你要为老百姓利益 着想 外交政策也要符合民意 要符合老百姓的 这个利益着想 毕竟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对 这是非常关键的 那刚才哲伟也提到了 因为这个层次的确不同 政府的考量 我一直强调 政府考量是要从 国家利益的考量 那一般老百姓 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但是老百姓 还是会有一个 主流的意见 今天还好 在这一次八旗行动中 并没有造成 假设像过去的狗仔 追这个戴安娜王辉 假设发生了车祸 或怎么办 或者出了人命 或者是他急破车窗 造成丹羽的身体受伤 等等这些 这更麻烦了 但是我们看到 这种动作 日本对于 他的外交官员 在别的国家 受到这样子的威胁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 可能都会有 很严重的 采取严重的抗议 对 就这样想想看 如果说这个大陆 驻北京大使的坐车 同样的在东京 被拦下来 然后五星旗被拔走的话 可以想象 就是说大陆民意 会有多强烈的反弹了 而在广告之后 美国共和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提名Romney 出马角逐总统 而党纲对台湾是友善 但是对大陆的话 有许多的期待 还有龙印台表示 两岸的文化交流要多做 但文化协议不及地推动 我们马上回来